不远处 一行人忽然停了下来 猥手的那人 戴着厚厚的皮毛帽子 油亮的毛皮坠下来 好像有些挡住了他的视线 他目光所看之处 分明就是刚刚 送臣进去的那个客栈大门 如果送臣晚一步进客栈 就能看到他的脸 正是离开北关村之前 还跟他告别过的苍修玄 竹子 怎么了 我好像看到那丫头了 竹子 您 您是不是眼花了 这里离北关村八九百里路呢 宋姑娘她怎么会住现在这里啊 走 回去 召集所有将领开会 明日起 本王驻军 这场大战一触即发 苍修玄担心 这边会有人扬奉英为 所以驻军他才更放心 宋臣回到客栈 关好门窗 躲进了空间里 上次空间升级之后 空间开放了许多功能 他现在最享受的 就是躲在空间里面 而之前被他丢进来的大白虎 自从变成了一只小猫咪之后 好像就躲着不太过来找宋臣了 这段时间 宋臣在马车上都没太休息好 他担心自己进空间时间太久 马车上突然消失的重量 会引起正掌柜的怀疑 所以他都很少会进去休息 所以这会儿 一躺在空间的地上 就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他睡得实在是太迷糊了 以至于外面有人敲门 他都没听到 正巧这个时候 他感觉有什么东西 在他脸上蹭着 好像他记忆中 大白虎蹭他的感觉 别闹 去开门 大白虎无奈地坐在他的身边 一双眼睛里闪烁着不可思议 他只能又用爪子 轻轻地拍了拍宋臣的手臂 嗷嗷嗷地叫着 这一回 宋臣总算是被弄醒了 外面的敲门声 也越发地急促起来 宋臣赶紧地从空间里面 闪身而出 离开之前 还顺手地揉了两把大白虎的毛 出了空间才反映过来 那家伙恢复了